不同意的人则指出 如果是手工业加工作坊区 为什么没有发现加工工具呢 有专家认为 这里应该是一个专门的祭祀区 我们说它是祭祀的话 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野猪的牙的话 经过鉴定都是野猪的下边两颗牙齿 也就是说它有选择性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预期象牙内嘴 当时来讲非常珍贵的东西 那么它也放在这儿来了 因为这类东西它应该不会乱扔的 不久之后的一个发现 为祭祀坑的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 就在金沙遗址的中心区域 考古队发掘出了19具硅甲 它们并不是普通的动物骨头 每块硅甲上都有烫烧后戳成的小孔 和阴虚甲骨十分相似 虽然在补甲的背面没有发现文字 但已经足以说明 它们是用来占补的龟补甲 在遥远的古代 巫师们占补时 常常会用烧红的金属棒 在龟壳上烫烧 然后根据烫烧后的小孔边缘的裂痕 来确认胸脊 预测未来 而龟壳的大小往往代表了统治者的权势 金沙发现的这片长达59厘米的龟甲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龟不甲 这不仅表明当时祭祀者有着极高的地位 很有可能是国王 而且有力地说明 遗址中心区是一个庞大的祭祀区 挖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金沙遗址的器物堆积厚打三米左右 而且是一层层分开 有非常明显的层次感 这又是为什么呢 人们猜测 在漫长的岁月里 这群神秘的人群经常举行独特的祭祀仪式 每次祭祀都要献出一批他们心中的圣物 祭祀后在物品上盖上一层土 下一次祭祀时继续在上面举行仪式 就这样形成了厚厚的多层的遗物 给几千年后的人们带来无穷的感叹 对祭祀坑的用途仍旧存在一些争论 但无论如何 这些土坑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财富库房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见识到古人的手艺和智慧 还可以了解到很多远古时代的状况 根据出土淘气的气形 考古学家初步判定 金沙遗址的年代 大约是商代晚期到西州早期 也就是距今大约三千多年前 今天的人们仍然习惯把四川简称为蜀 人们确信古代蜀国的存在 但对于它的历史却不能完全认定 长久以来 考古学界以为当中原的人们 过着富足和文明的生活时 这里仍旧一片荒凉 生活在这里的人类还处在蒙昧的状态 金沙的发现 能为我们更准确和生动地描述 三千多年前古人的生活状态